这么多年感觉最深的就是他们跟谁说 所以让我有一种感觉是我不管 谁来管 国家管 国家管得过来吗 国家怎么大 我们不能要求一个国家一个政府 对每一个老百姓都熟知他们家的情况 做不到中国这么大 这个时候我们这些人是干嘛的 有点钱 有点号召力 有点名声 就干这个 我们就应该干这个 没有什么值得炫耀 也无需得到您对我的赞美 那你这么多年最大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 经验 就是自己亲手拿的钱送给老百姓 直接通达市 不经过任何人转接 因为钱是我们的我们有权利来支配他 经验就来自我们这些年 韩广西斯山新经会一直在努力的去完善他的制度 让他更加的科学化 让他更加的科学化 有地方师的去帮助 也让这些捐赠人符合他们意愿的去直接帮扶每一个受困的人 所以我们的钱拿来 人家说我想帮助孩子 我们就到这个项子去 我想帮助老人 还帮助云南银江的 四川亚安的 我们就完全符合他的意愿 针对他的意愿 去做这样的服务 应该说 韩广西斯山基金会做百人系列 今年第七年 已经做到了精准复品 再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你说教训 刚才是经验 教训是什么 教训是我们再不把钱 好几百万给了某某某基金会 因为他们要从中获取很多的所谓管理费 管理费也罢了 你要把我的货物在第一时间给到栽区 你把我的货物存放在你的仓库里 在我看来你就是混蛋 所以我自己成立了基金会 在此之前我们不懂 我们干着急 其实现在我们自己又有机会 我们才知道 原来一包方便面都是可以公示的 为什么你们不做 你们做不到干净 你们就别怪社会对你的 刚才你所说到的这个话题 这个本分 这个质疑 活该 对吧 为什么航空慈善基金会去年 就是全国的透明指数第一名 为什么你们不敢出来公示 其实你就是八千